关隆集团内部流行政治联姻 这种做法自然也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 李渊的父亲李炳 娶的是鲜卑望族孤独信的女儿 而李渊同样也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 随定州总管斗义的女儿 众所周知 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母皇后的窦家女儿 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 便发垂过井三岁与身妻 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 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 由于窦士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 武帝宇文雍的姐姐 而宇文雍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 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 视如己出 其实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 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 处于三国顶立之局 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 并与其联姻 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 当时宇文雍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 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联姻 毫无半点感情基础 所以宇文雍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 对她是极为冷淡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 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 所以斗士从小就聪慧过人 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 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 年幼的斗士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 郑重其事地向他的皇帝舅舅 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他说 而今四边未静突厥上墙 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 对皇后多加抚慰 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 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 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虑了 宇文雍大为惊讶 没想到这个外甥女小小年纪 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的 又惊又喜的宇文雍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 斗士的父亲斗义听说这件事之后 高兴地对妻子说呀 此女才貌双全 不可轻易许人 当为之择义贤夫啊 到了斗士该出嫁的年龄 斗依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 然后举行家序海选 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 若有想求婚者就给他两只剑 必须两剑各种一只孔雀一幕 才有资格成为斗家的成龙快婿 长安城的这些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这长发美女要选婿了 顿时是蜂拥前来 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 却没有一个能够两剑各种一幕 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 英子萨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道 啪啪两剑各种一幕 干脆利落的成功夺魁 中尉帅哥黯然失色 斗逸夫妇是笑逐颜开 没过多久 神剑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献且度的目光中把这长发美女都是取过了门 这则却评重选的故事从此就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 并且在后世传为了美坛成了择续许婚的代名词 北周大象三年即公元581年 阳间窜州建立隋朝 并将幼主周敬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 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 斗适时悲愤莫名扑在床上痛哭 他一边哭一边说 恨我不是男儿 无法拯救旧家的灾难哪 斗逸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 赶紧捂住他的嘴 低声训斥道 你可千万别乱说呀 这是会灭族的呀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 斗逝的身上具有着一种 筋骨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 这也许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的血液有关 大夜初年 李渊历任行阳楼帆 福丰等军太守 在担任福丰太守期间 李渊曾经得到过几匹骏马 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 都是却促起了眉头 他告诉李渊 主上一喜飞鹰骏马 此宫知所知 所以这些马必须要送入宫中 不可久留 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 他们必定会成为妇类 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一庭大为郁闷 他明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 可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 一直是犹豫不决 没想到几天之后 杨广果然知道了 马上对他进行责罚 搞得李渊是追悔莫及 后来李渊汲取教训 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 四处搜罗着两马猎鹰 频频进献给杨广 终于讨得天子欢心 于大业十二年 被读生为幼宵魏大将军 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 都是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 年纪四十五岁 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 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 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 都是既没有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 更没有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大唐开国之后 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而黯然身上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出身鲜卑望族的斗士 从小就具有一场早熟的政治智慧 北周灭亡时候又表现出了 恨非男儿的血性 嫁给李渊之后 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能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斗士的确是当时的一位不可多得 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 假如不是早王 斗士应该能够在出唐的政治舞台上 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 虽然斗士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 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 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寻陶之外 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斗士的延传身教中 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 并培养出相应的政治抱负 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望族的血液遗传中 获得精明强悍的性格基因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斗士虽然早王 可他的影响力早已通过上述的种种方式 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 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 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 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氏民的横空出世 也埋下了伏笔 大业九年初 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 担任魏玉少卿 其时正风阳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 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须 旋即爆发的杨悬赶叛乱 李渊又被紧急调回了洪化担任留守 并主持同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很显然 从大业中期开始 李渊已经成为隋阳的阳广身为以重的心腹大臣之一 所以能不断地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入了深入的历练 同时 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地膨胀 史称奇 历练中外 素数恩德 即是劫纳豪杰 众多款付 也就是说 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 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 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 为日后夺取天下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可是 杨广可不是瞎子 尽管李渊很谨慎 但是他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随天子的怀疑和警觉 有一次 杨广在行宫 故意传召李渊前去觐见 李渊是脱病不去 杨广顿时大为一句 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 是杨广的嫔妃 杨广就问他 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呀 王氏回答说 李渊病得很厉害 杨广深深看了那王氏一眼 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 会不会病死呀 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李渊的耳中 李渊大为惊恐 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他希望李渊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 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 甚至人头落地呀 怎么办 是索性起兵造反 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呢 李渊知道 虽然随朝天下已经锋烟四起 人心思乱 但是还远不到分崩离析 轰然倒塌的地步 所以此时要是起兵 绝对不是时候 那杨权感就是前车之剑 怎么办 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 在随帝国的政坛上 混了这么多年 这点应变智慧他还是有的 他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自慧 没有比自慧更好的保命办法了 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开始 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 李渊终日是沉迷酒色 并且大肆地贪污受贿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 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众臣 堕落成了一个酒色财气的雍臣和昏官了 李渊堕落的消息 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络 进入了天子的耳朵 杨广笑了 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 还有多少基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 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 大业十一年 公元六百一十五年的四月 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 被任命为山西河东逃捕使 负责镇压当地的叛乱 在龙门 李渊身心士卒 仅率少数骑兵 便大破便民首领 勿端儿的数千步骤 大业十二年年底 李渊在历任右萧卫大将军 太元到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 终于被着身为太元留守 太元 那是帝国北部边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 成高持身 兵强马壮 储存的良想可知十年 隋扬帝交给李渊的任务 是让他镇守此地 负责清剿周边地区叛乱 并与马义太守王仁公共同防御突厥 可对心怀意志的李渊来说 这座太元军 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 因为他不但是一座极养充足 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 而且还是五帝时机 圣军唐饶的发祥地 而恰好与李渊 唐国公的爵位相继 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 进入了太原之后 李渊就已经 思习此行 以为天寿了 所谓天寿也就意味着 叛随起兵 争霸天下的时机 已经成熟了 为了这一天 李渊已经等待了好几年了 早在大业九年初 李渊前往怀远都运军须 途经浊州的时候 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 隋阳帝近臣宇文士籍 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 宇文士籍是隋朝重臣 宇文术之子 他还是驸马 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 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 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关于此次会谈内容 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从 武德初年李渊对裴继所说的 一句话中窥见端倪 高祖校尉裴继约 此人与我言天下事 至今已六七年已 功倍皆在其后 众所周知啊 裴继是大唐的开国元勋 进阳首义的第一功臣 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籍后面 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 与宇文士籍所谈的天下事 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 不久之后 杨玄感叛乱爆发 李渊被调任洪化留守 所以暗线了起兵之意 他静观事态之变化 其七兄斗亢力劝起兵 他说 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 李氏名应徒称 应该趁势举意 此乃天意呀 但是李渊拒绝了 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李渊深深懂得 第一根出头的船子 会鲜烂的道理 果不其然 仅仅两个月之后 杨玄感变兵败身亡 大夜十一年 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 他的副帅兼好友 善观天象的夏侯端 再次劝他 他说 金玉床摇动 此地坐不安 天下方乱 能安置者 其在民宫 但主上小察 情多猜忍 切记诸礼 强者先诸 金才即死 民宫岂非其次 若早为计 则应天福 不然者 则诸矣 什么意思 夏洪端说的这个 切记诸礼 强者先诸 就是说的那则 流传于天下的政治歌谣 陶礼章 这是让杨广深为记恨的 因而大肆诛杀 李姓之人 时任右肖位大将军的 李金才 就是因为隋阳帝的猜忌 而惨到了灭门之祸 应该说夏洪端的分析 还是很中肯的 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 虽然通过自会成功 掩藏了自己的心计 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 仍然存在 稍有不慎就会重蹈 那李金才的覆辙呀 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他认为 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 扫灭群雄颠覆随朝设计 所以他仍然需要折服 需要隐忍 时间到了大业十三年 公元六百一十七年 站在静阳城头的李渊 望着千里黄云 白风吹眼 一股澄清雨内 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 猛然在胸中激荡 他仿佛看见天命 正在向自己摇摇招手 李渊万分感慨地 对次子李世民说 唐固吴国 太原及其地也 而今我等能得此地 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 于而不取 祸将司机 在幽暗的深渊中 折服了许多年的 这条大唐巨龙 终于黄缓地昂起了头颅 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 正隐隐滚过了一阵惊雷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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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感谢观看